继续我们要带您看的 这一个做Q饼的老板呢 他就发现 要把饼能够做得好吃 重点也是细节 它呢 有四种主要的馅料 红豆 麻糬 蛋黄 肉松 不论如何 一定要非常相救 在宽敞明亮的厂房里 作业员各个戴上帽子口罩 身着制服 操作机器 不过这里不是科技产品的工厂 而是获得全国十大伴手里 肯定的Q饼厂房 谈到这项明星商品 老板苏靖舟认为 是中西合璧的结晶 还借用正台上的形容词 不过去掉蓝绿 他画龙点睛地定位了产品本质 称之为发皮台股 发皮台股 用发布式的做法来做外面 可是里面就是中式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这样 没什么不好 因为是创新 而且消费者的肯定 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要因 我们就觉得还不错 大家都喜欢 Q饼的发式酥饼皮 烤得酥酥脆脆 而内馅 这是改良自台湾传统的结婚喜饼 其实这也是当初 为在嘉义的小面包店 想要突破困境瓶颈 经过北上考察 才得到的灵感 其实这偶然的机会 是因为我们在台北吃到一个 什么叫3Q饼的 然后我弟弟本身是学习点的 然后他就觉得说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3Q饼里面的麻糬 跟红豆还有蛋黄这个东西 他又加入了一个肉腐 就是把所有的鲜鲜甜甜的东西 南部人喜欢吃鲜鲜甜甜的东西 没想到名称3Q变1Q 换掉猪油 也改进了食材 让Q饼成为他们的正殿之宝 这家至今20年历史的面包店 从一家变十家 从嘉义开到台北 员工从兄弟俩 变成现在的240人 不过苏靖州对Q饼制作 可得亲自层层把关 关键的第一步骤 就是选用红土鸭蛋 它必须在固定的湿度 跟温度的房间里面 然后培养大概45天到60天左右 那一般外面的盐水的蛋黄的话 它大概只要7天 就可以制作完成 铲子嘉义布袋的红土鸭蛋 制作时间是一般咸水鸭蛋的 6到8倍 虽然成本高 但是老板认为口感不死咸 还会回甘 所以每天得用上千颗之多 在取出蛋黄摆进铁盘后 一颗颗鸭蛋黄 像是饱满的金极蜜件 闪闪发亮 毕竟你是用古法练出来的东西 跟你化学俗成的东西还是差很多 对呀 吃起来香味不是化学东西可以比的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 反正我们就喜欢这样子 那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方法去做 那厂商你能配合就好 你不能配合的话 那我们就只好再找别人 就这样 总是还是会有好的人 去做这些好的事情 这番话可以听出 严选食材的龟毛程度 而加上黄进烤箱前 还要喷上陈年金门高粮 顿时整个空间都是浓浓酒香 目的除了去腥味之外 还能够提升香气 因为在烤焙的过程中 它的酒精会会发掉 所以每个四分钟 我们会再补一次 让陈年高粮的香味 能够更胜入蛋黄里面 现在有这个大型的烤箱的时候 它可能大概10要12分钟 可以完成了36盘 那以前没有这个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花费 大概要十倍的时间 才有办法处理完整个流程 出炉以后的蛋黄 果然跟一般咸水鸭蛋不太一样 油脂分泌比较均匀 中心没有白点 不过接下来 要送进机器全部搅碎 成为粉状 再压制成弯月形 用麻糬包住 而麻糬的米 则来自西螺浊水溪 本来用的是新制成的白米 却发现高温烘烤后 含水量高容易爆开 经过不断实验 把浊水米存放一年 成为水分少的老米后 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口感也比较好 至于内馅中的红豆 则做过长时间的月光浴 屏东的红豆 是因为它日到充足 所以它的颜色比较红 然后皮比较薄 而且它的香气很足 那一般来讲 如果你用进口的话 有时候它会有一点点 带一点烟熏味 所以我们还是 试验了很多次 结果我们还是 喜欢用冰冻的红豆 外丹的红豆 戴着黑框眼镜 穿白色袍子的苏老板 这时刻有点像科学家 谈起实验过程 滔滔不绝 因为好的食材 都是他们上山下海 给找来的 阿里山的肉骨 它有咬劲 对啊 而且黑毛猪 跟白猪比较不一样 是因为黑毛猪 它有特一个 也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味道 那就是在偶然的机会里面 在去阿里山 朋友的家里面 去吃到的 然后就是好好吃 那可不可以找 这一个养猪户在哪里 为了完美呈现 老板也像电影导演一样 历经三四年时间寻觅 才把柯饼中的这四塔主角 全部找齐 不管是红豆 不管是麻薯 里面的东西 或蛋黄 我们都是一步一步的去找 那如果能找到最好的 喝起来 就味道一直在改善 那改善到最后 现在的味道是我们 其实是改善很久以后 就是最满意的味道 所以好吃的秘诀 只是在于说 就是你一直在不断的 寻找好的食材 然后把它加到 你的元素里面去 好食材带来好味道 让Q饼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因为市场需求量增加 所以机械化生产也是必要 像这个酥皮鸡 就颇为神奇 经过波浪铁网之后 饼皮翻滚卷曲 制造出层层酥脆的口感效果 俗话说工与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半自动化以后 产量因此倍增 因为人力上来讲的话 你看像这样比较耗死耗力 那我们现在就是慢慢 我们经过几次改良以后 然后我们就把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跟厂商说 然后做出来我们需要的机器 那这样做的话呢 在现在的那个提升来讲 是人力的三倍以上 强调减糖减盐 也不放防腐剂的Q饼 卖出好口碑 在行销上还有一个关键是 俗话说听不懂 大户贵 他们则是听从客人的经口 缩小了尺寸 从大饼变小饼 业绩这才服药至上 好吃以后客人就说 可是这样送人家 好像不好看 比如说我想送给你 可是我买一个大饼送给你 从又不是结婚 又不是干嘛 后来我们就研发小的 就把它做成小的 不过能够从嘉义挥军北上 在台北开店 则是无心插流的结果 因为Q饼在台北太多人订 很多台北的客人来跟我们说 我们其实去趟嘉义很麻烦 而且要买你宅配的话 或是请我们送去的话 都是要有一定的金额 那我们就想说 那既然北部这么多客人 来订我们的东西 那或不我们就在北部 开一个小小的店 先试试看 如果说北部可以接受的话 就我们讲到就是 就台北的客人还蛮支持 北部的业绩蒸蒸日上 但原物料几乎都是来自南台湾 像是嘉义布袋的咸鸭袋 阿里山的肉斧 屏农万丹的红豆 加上云林西螺的浊水米等等 为了做好品馆 Q饼等糕点 每天在嘉义的中央厨房 完成后再用专车送到台北 斯洛巴尔也必须每个礼拜 南北奔波 但相较于现在的忙碌 从前创业阶段的苦 其实还历历在目 曾经穷到就是刚开幕的时候 就是没有地方租房子 所以我们是真的就在 新业路那里就是 就是睡在地 就是打烊完就睡在地板上 不小心那个门没有关 房东住楼上 然后把门打开的时候 早上还有客人进来就说 我们可以买东西了吗 可是我们还是睡在地板上 虽然当年的辛苦努力 如今得到了回报 各家店面也装潢得美轮美奂 不过现在也有伤脑筋的问题 因为高饼面包店 必须不断创新研发 新产品也要由老板试吃以后 做出最后定夺 所以体重就免不了直线飙升 就是因为一直吃一直吃 所以自己永远没有把他瘦下来 所以我们说这是职业伤害 对啦 你本来是几公斤到现在几公斤 本来69 现在是80 大概7吧 88 所以 而且应该是这样 比较好吃 对啦 帮忙吃 我们去高雄耶 他还特地带我来一趟 真的啊 客人的满意让20年 一路走来的坚持与辛劳 都有了最好的回馈跟代价 也让他们有了继续向前冲的动力 谢谢